2015臺北射箭公開賽 集結世界六國好手 同場較勁 其中代表香港出賽的烏思恩 不但資深參加開幕典禮 就連秩序側上也只有他一人 不免讓人好奇 這位女孩的來歷 因為第一就是我在國庭念書 然後就剛好就是 我們的區歐秉昆老師 就看到就是我是香港的 然後就說就建議我去比那個國際組 然後就可以跟其他國家的 可以有那個多一點的交流這樣子 哦 原來烏思恩是來自香港的喬生 來台灣讀書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學習更多射箭技巧 然而談到為何踏入弓箭這個領域 也有一段不解之緣 因為我本來就是上 就是普通話課的時候 他們老師說我的中文講得不錯 然後就帶我去那個朗松盾 然後就是帶朗松盾的老師 就是帶射箭 然後他就說你身材好像不錯喔 然後就叫我去射箭 然後就射到現在 手中的弓箭一練就是七年 甚至還射過了台灣海峽 吳思恩特地出國取經 最重要的任務當然不能忘 我在想就是可能在台灣多學習一下 然後再回去香港看一下 可不可以把台灣的技術 就是跟學到的東西帶回去香港 讓香港的射箭也可以在更強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 可能在國際賽可能會有一點點成績就更好 穿著香港的隊服 烏斯恩專注設好每一件 也期待未來能不負眾望 學成歸國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